接著我們要開始介紹一些常見的酸 那這裡的內容全部都是背 就把它背 第一個要介紹的叫硫酸 硫酸呢 無色液體層油狀密度大 注意它的密度大 油油的 然後呢 背臉高 氣質力強 我們常常用來製造其他的工工 所以叫做化學工業之母 一個國家化工業的發達程度 可以用它國家的硫酸消化量來做一個互斷 以前舊特別有膠 我用硫酸來製造膠酸 我用硫酸來製造原酸 現在都沒有膠了 人家知道它叫化學工業之母 它可以用來製造很多其他的挖鉤 東西 OK 那麼這重點 濃硫酸有強烈的脫水性 它要把水搶走 然後呢 就放出高熱 濃硫酸才有脫水性 濃硫酸沒有 濃硫酸才有脫水 它會搶水 這以前我在 講實驗注意事項的時候提過一次了 對 這是重點 濃硫酸有脫水性 因為有脫水性 所以可以發生一些事 然後就問你 顏色是什麼顏色 像這樣 這檔跟紙片 跟著所謂的碳水化合物 碰到濃硫酸水被搶走了 剩下誰啊 碳水化合物水搶走剩下誰 碳水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黑色的 下面這有個實驗 以前學生有做 現在不讓你們做 老師示範 就是拿一個方糖 第一個濃硫酸 它開始變黃 然後變黑 然後像那個蛇泡一樣會膨脹 毒烏膨起來 一坨黑黑的碳 就變黑色的 這是OK 再一個是硫酸酮晶體 那是有水的 還記得以前背的 有水硫酸酮跟無水 有水硫酸酮 有水硫酸酮是藍色 加了酮硫酸脫水變什麼顏色 無水硫酸酮什麼顏色 以前交過背過 什麼顏色 不會喔 哇 很好 白色 下面叫做氯化雅菇 也是一樣有水跟無水嘛 對不對 有水硫化雅菇什麼顏色 粉紅色的嘛 加了濃硫酸脫水變成無水硫化雅菇 無水硫化雅菇什麼顏色 藍色很好 這都是因為脫水所造成的 剛剛跟你講說 吸硫酸沒有脫水性 所以曾經有這樣的動作 考題 一張白紙沾激硫酸 畫圖案 有事發生嗎 沒事 拿到火上烤一烤 烤一烤的時候 水烤掉了 濃硫酸變成濃硫酸 就有脫水性 然後就把水拿了 現在碳嘛 剛剛講 黑色碳 就會出現黑色的 你畫的那些紋路 所以濃硫酸 這是我們以前教過的重點 說考過N變了 說如何稀釋濃硫酸 將濃硫酸加入水中 然後實時攪拌 不可以倒過來做 倒過來做就會 它容易發生爆炸性的建設 它爆炸這些建設 噴出來是濃硫酸 濃硫酸毀溶效果特好 為什麼毀溶效果特好 因為它碰到你的皮膚之後 你的皮膚裂有水 它會吸你皮膚的水 然後放出高熱 然後正好順便BBQ一下 所以毀溶效果特好 所以危險 所以要注意 這我們已經就教過了 如何稀釋濃硫酸 要把濃硫酸倒入水中 然後緩緩的 實實的攪拌 像那個圖片上所顯示的樣子 這是一個重點 考過N變 考過N變 再來就是製造方法 這個看過就好了 這個現在都不太重要了 我就把流燒一燒 流燒完之後是二氧化硫 但是我不是把二氧化硫直接做 等一下要問你 我以前教過了 二氧化硫溶水什麼挖鍋 等一下再問你 但是現在要變成三氧化硫 然後變成三氧化硫 再溶於水就變成了硫酸 看一下 知道一下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那前面第一個是 流家氧變成二氧化 這是以前教過的 第一個就是它流燃燒的火焰顏色 二氧化硫有一個臭雞蛋的 有吃飲性臭味 那還教育就是 二氧化硫溶水會變成什麼 以前教過的 對吧 以前教過的 以前教過的 如果你把二氧化硫溶溶水會變什麼東東 先講中文 先講中文 再講英文 二氧化硫溶溶溶水變成什麼東西 停車戰界問 可愛大帥哥 好我們先找帥哥 帥哥叫做 三十四號 三十四 二氧化硫溶溶溶水 講中文 很好 請坐下 你跟我說叫做 雅硫酸 再跟我講英文 化學式 分子式 可愛小女生 化學式 分子式 化學式 四分子四 來 女生 六號 六 分子四 H2 O H2SO3 請坐下 H2SO3 然後呢 它就會形成酸語 酸語 三年級地刻再教你 三年級地刻再教你 它溶溶水 就會變成 亞硫酸 前面講的是三氧化硫溶溶水變硫酸 那講過 看一看就可以了 這是補色又焦度的事情 OK 好 再來是 這個 濃硫酸跟金屬作用產生二氧化硫 跟我以前背的不一樣對不對 我以前背的是什麼 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產生什麼 氫氣 加西硫酸會產生氫氣 這是酸的一個很討厭的地方 你上高中就知道了 經常濃酸跟西酸的反應是不一樣 濃酸跟西酸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你就看看就好 我們很少 我們幾乎沒有人問你 我們幾乎沒有人問你 加濃硫酸會變什麼 你只要基督加西酸會變成氫氣就可以了 加濃硫酸會變成氫氣就好 那就看一下欣賞玩一下 就夠了 OK 濃酸跟西酸的反應經常不同 國中沒有仔細的說 你就不要管它 那高中再來慢慢玩 高中再來慢慢玩 OK 用途看一下欣賞一下 那個硫酸胺有人問過 他幹嘛用的 做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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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硫酸的用途啊 他在實驗室有用 他在化工原料 有人講過嗎 化學工業之母嘛 然後呢做肥料 硫酸胺 看一下這個硫酸胺 有人問過他 什麼挖溝做什麼用途 他是個肥料 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的就是硫酸 最重要就是 濃硫酸有脫水性 然後有衍生出來的顏色要記好 好記得如何稀釋濃硫酸 要把濃硫酸倒入緩緩 倒入水中實時攪拌 就是我們關於硫酸的重點 OK